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星期的新桑海神州 我是桑普的 有我的拍檔傑斯在這裡的 傑斯你好 大家好 今個星期遲了一點點 因為看到我們兩個標題都知道 我們想等待英國大選 法國大選 還有下一節會說拜登 等了 我們終於等了這個星期 然後才跟大家分析一下 福禄壽 什麼時候有 有新之年 你猜我們講不講到中國大選呢? 就是天方夜叛 台灣大選可以講的 中國可能就講不到了 不是呀 下一年你都別這麼肯定 下一年你講英國大選 或者法國大選隨時都犯法的 大哥 講都犯法 因為你看到今年 你看到今年所有英國大選和法國大選的行為 其實在香港都是犯法的 OK 那就英國大選 顛覆國家政權 英國簡直是顛覆了保守黨執政的政權啦 是不是呢? 對呀 那法國 法國還不斷 法國還不斷 OK 逼 逼幾百人退選 令到某個政黨不能上台 這全部都是顛覆來的 還有就是無差別投票 要全部都看到的 啊 真的 是啊 難為香港的傳媒還可以講英國大選 真是服了他們 難為還沒有人去批評什麼陳仲衡啊 什麼陳慶偉啊 什麼那些人 這些人根本上應該落地獄了 就是今次今日沒有詳細 都很離譜 講到英國的大選 新鮮出爐 我們在做節目就 就是我們做這個節目新鮮出爐了 希望盡快可以上網和大家見面 根據《滅民意料》就是Ipsos UK的統計 還有真正開出來的票數看到 英國下議院現在還沒有開票 但是650個議席當中 工黨預計已經贏了410席 甚至沒有更多的議席 保守黨預計只贏了131席 創黨以來歷史的新低 就是由我沒有記錯 134年124年創黨以來 歷史的新低紀錄來的 我想這件事呢 以前出過很多的名人 Winston Churchill 這個邱吉爾 之後去到Margaret Thatcher 戴上與夫人 後面你講Bowjo 就是Bowris Johnson 這些人的話去到今時今日 Winston 當時極高的支持率大幅下滑 最新的一個民意 就是選票站調查顯示 我想實際上一直在開票 所以我沒有辦法說 工黨在票站調查是410席 是比上次升了209席 保守黨是131席 神經病 跌了241席 跌的數目呢 差不多是他現在的議席的 就是可以拿到議席的一倍 第三名呢 就是自由民主黨 就是被稱為很多時候很多政策 香港人就覺得 這個政黨很撐香港 而這個政黨說真的 它是不會執政到的 於是他對香港的政策 非常的寬容 這個自由民主黨 傳統來說就是所謂右派政黨 事實上是中間派 因為它是支持氣候變遷的政策 也都是很多情況站在中間路線的 他比上次多了53席 就是上次只有8席 現在61席 他才是大贏家 他才是大贏家 就是 win 是啊 你看他的那個黨魁 突然間我忘記什麼名字 那個人還沒選 每次拍照相訪問 都是由頭笑到落尾 笑到現在還沒笑完 簡直是 就是他就是大贏家 他真的有幾席變了幾十席 還有大書家就 SN都是大書家來的 SNP就是蘇格蘭 蘇格蘭什麼黨 我都忘記叫什麼 民族黨 就是 Sturgeon以前那個 那個也是輸到趴席 那個不見了40席 如果按比例那個都很厲害的 但是上街是50席左右 現在只有幾席 48席 現在只有8席 現在只有10席 10席 總之不見了40席 總之不見了40席左右 是啊 我想 我想 自由插理一下 講一下 小黨其實都有少少的領悟 我覺得 因為今天的英國大選 可能 香港人都會很留意 因為多了很多香港人在 就算今屆投不到票 下屆都準備投票 所以多人會留意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有少少的領悟 譬如說 SNP打回原型 SNP就十年八年前 有幾十席 剛才你們說了 他就可以藉著幾十席 可以擴大聲音 因為還有蘇格蘭那邊都有議會 然後兩邊都有強大的聲音的時候 就可以推動到蘇格蘭公投獨立 另外還有一個小黨的 英國P.C.P.L.A.T. 很多人都叫做P.L.A.T. 就是威爾斯的黨 其實他今屆大概有四席左右 其實這個都很值得香港人領悟 就是香港人經常覺得 就是可能會想的就是說 究竟保守黨聽香港人的聲音多些 還是工黨 還是現在第三勢力的L.D. Liberal Democrat 但是如果你問回蘇格蘭人或者威爾斯人 可能你跟他們聊聊天 他會給一個這樣的答案 香港人就是香港人 不是這麼天真 三個黨都不會聽我們說話的 所以我們要自己組成政黨 要自己有自己的聲音 哪怕是幾直都好 都要在裡面要有聲音 這個可能是一個香港人 值得要去想的一條路 特別譬如說今屆政黨輪替 工黨頂你 工黨怎麼會聽香港人的聲音 就算那個什麼施己言 總之Kill Starmer 他會聽我也不相信 所以我覺得其實從小黨那裡 香港人是可以拿到一些力量的 我才這麼說 就是很多小黨裡面 當然是的 就是票數不夠了 但是我想第一件事 如果在香港來說 你做這些小黨 說什麼蘇格蘭獨立自決 威爾斯自決 你說到最後 就全部都抓去 無期徒刑 是的 犯法的 對 他們不是支持蘇格蘭獨立嗎 蘇格蘭民族黨 怎麼支持蘇格蘭獨立 要獨立公投 威爾斯沒有說獨立的 不過是爭取威爾斯人的利益 自決權 OK 又造成自己的意思 但是你想想蘇格蘭不止自決 還要獨立 獨立公投 按照梁振英的道理 抓了他 他說英國都沒有這些獨立的可疑 這個獨立是全世界都會反對的 各位 英國就是大英帝國 或者聯合王國 已經告訴大家 這件事是絕對容許的 言論自由的 政治選舉自由的 不像香港那樣 拉撒斯是七人去的 六黨 一席變兩席 威爾斯這個黨 兩席變四席 蘇格蘭這個黨 跌了 但是有一個政黨 是由零到十三的 這個政黨 就叫做Reform UK 我之前看一些報道 就說 中國China Daily 中國日報 竟然出了一個文字 去支持 這個Nigel Farage 他是英國改革黨的領袖 算是唯一 唯一右派 算不算是 保守黨都可以這樣說的 不過其實已經搞中間路線很久了 英國已經變了左膠化很久了 其實我認為這個所謂的 英國的所謂的改革黨 其實與其說是右派 其實它和所有的 所謂的歐洲的右派政黨都好 和中國和俄羅斯 是不是有一種 灰蛇草繩的關係呢 這個和美國很不同的 所以這一點我會覺得很注意 尤其它捧Nigel Farage 尤其是值得去警惕 很多的問 關於這個英國改革黨 是不是支持香港呢 好像最終是收回一份 一份這麼多的同意書 其它政黨我想在其它地方 工黨也好 保守黨也好 都有很多 有一個很支持香港的 Eat Duncan Smith 整個我們都會 所有的報導都有的了 順利當選的 他都沒有落選的 那是不是有些人不會落選呢 是會的 一路開出來我們會看 大家一定要肯定的 就是英國投票呢 要有photo ID的 OK 英國投票的選票結果呢 很快完成的選票 不會點整個月的 哇 美國的各位 這麼想 究竟美國發生什麼事了 你說這真是正 就是我今天和你做節目之前呢 就幾乎我是時差啦 我在溫哥華就從下午一邊看 其實就看到10點 晚上10點投票完 吃假開票 哇 那些親切感完全翻回來 然後整個英國的凌晨 整個英國就在那裡點票 哇 跟著一模一樣 點完票 即場在票站 幾百個票站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幾個票站 我也沒有做功課 總之很多票站 然後每個票站點完票 就有個司儀啦 就會宣佈每一個候選人幾多票 跟著拍首長最高票那個 就出來當選 是不是很親切啦 跟我們那時候的區議會啊 立法會啊 是一模一樣的 哇 然後就當選完港敢言啦 看到很多些 看到幾個人的 譬如說 見回Jeremy Coleman啦 這個是前工黨黨魁啦 哇 他贏了整條街 他是一個叫做Eastlington的 Eastlington North的選區 哇 整條街 是第二名那個贏他自己的人 以前是他自己的人 贏了工黨 那就二萬四千幾票當選 那工黨都一萬六千幾票 輸給他啦 好厲害 那他現在是獨立候選人 無黨派 哇 幾正啊 Jeremy Coleman回到議會那裡 就是看到這些很親切的事情啦 就是香港已經消失了 香港和英國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你剛才說 一投完票 然後全部馬上就開票選 不用睡過夜啊 所以美國佬你真的要學一下啊 大佬 就是一天下 究竟為什麼要睡過夜 可能有被人做過手腳的風險 就是啊 不要再跟我說 那什麼邮遞投票啦 拜登曲線啊 武武幣啊 什麼美國特色的選舉 浪費 公正的選舉才是重要的 美國選舉是不是令人覺得 公正的perception呢 這個就是問題嘛 好了 我先不要說美國啦 美國遲些再說拜登的問題啦 但是我只是說 英國的情況就是說 這次開出來的選舉 毫無疑問 督定當選的是誰呢 工黨 工黨成為絕大多數黨 不需要聯合其它政黨 在內閣制的國家 可以單獨執政 完全過半數 走一百票可能都沒有所謂的 很小可 很小可這樣的 工黨是認為歷史上的大勝 以前所謂的tories 就是這個conservatives 就是這個保守黨 對抗工黨呢 基本上都是叮噹碼頭 這次這樣的大勝呢 我想即使你在美國 例如其它國家很少見到這樣的局面 那麼 靜香會分析一下原因怎麼這樣呢 我先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新任的工黨的黨魁 也都是未來的英國首相 因為英國羅國際國家 國會至上 這個執政黨 當數黨的黨魁 就是首相的 當然是首相的 那麼 現在英國的國王呢 查理斯呢 也都會任命他為英國的首相 OK 這個英國的首相是誰呢 香港反而叫斯紀賢 在台灣叫斯凱爾 Kia Starmer Kia Starmer 她是一個很特別的背景 她是由左變中間的 她出身的背景是很堪穆的 她的爸爸是一個ture maker 是做工匠做一些工具的 那她的媽媽是什麼呢 是一個Nurse來的 是服務NHS的 是不是很熟悉呢 英國BNO 不是 我告訴你 NHS是第一個工黨首相 CREATE出來的 是工黨產物來的 NHS是 ADLI 沒錯 這個就是ADLI ADLI是誰 就是大戰之後 二戰之後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首相 很重要 NHS 福利國家開始產生了 這個就是她爸爸媽媽的 humble background 就是不是有錢人 她自小也是一種 艱苦環境下長大 當然她爸爸媽媽 就是她整家人 唯一一個讀到大學的 因為沒有錢工 那麼多人讀書 以前香港人一樣 屋邨住了一大堆人 可能聰明一點 一個就供她讀書 其他沒辦法 弟妹就要去打工的了 工廠妹什麼都要做的了 供她讀書 讀大學 Lis開始讀到Oxford 學業有成了 做什麼呢? 做大律師 Barrister 專門做人權官司 其中一種大案 就是對付麥當勞 剷除這個金融 華爾街集團霸權的 對付麥當勞打官司 又撐要廢除死刑 就是這個是左派的基本綱領 那她於是乎站在工黨 一個很卑微的位置 當然都未站露頭角的 九十年代 工黨的非常出名的首相 就是中聶雷爾 布萊爾 那這個 Tony Blair當政的時候 她都跟著她後面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她的性格 不像Tony Blair這麼有 那麼有Vigor 就是這麼令人 shine 那種感覺 好像英俊 沒有什麼charisma的 其實 Kris Starmer沒有什麼charisma的 這些人沒有的 她坐在那裡 就很靜靜地 跟大家說話 是一個老好人 一個先生 不是老好人的 中年好先生的感覺 那就是跟你說話 那後來後來轉一下轉一下 我想2008年最後 她轉任了一個重要檢察官 的Crime 就是王家 這個Prossecution Office 那她做這個檢察 檢案官員的 那曾經對付這個恐怖分子 還有這些Rape Crime的Victims 被強暴的一些被害人 有新的制度設計 有新的保障 那被人津津津樂道 好了 接著去到上一次 大家看到 對抗著Bojo Boris Johnson的 是誰呢 就是剛剛傑斯提到了 Jeremy Coburn 柯爾濱 我不知道香港怎麼翻譯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太記那些譯名 我都是英文 他失敗 因為他站穩一個比較左派的立場 失敗 那當然 當時候就是工黨馬上要換人了 就是慢慢摸摸摸摸摸 在權力鬥爭裏面 這一位Kia Starmer 站到頭角 就把這個Colburn 掃地出門 因為他將工黨裏面的右翼 這個政黨也就是左中右 就算工黨經常比較左些 也就是偏右的Paytion 有一個派系 他聯合了這些工黨裏面的右派 奪了權 成為了比較中道的思想 就是由左 就是左的律師 左的檢控官 左的綱領 向中間 偉移 那這個偉移的話 導致了很多保守黨的支持者 覺得 喂 你都不會大花錢的 喂 你都會 遵折開戰 就是在英文說 Austerity 就是如果你看回 所謂報導 Austerity就是遵折政策 就是說 要謹慎理財 不要過度公共的開銷 而同時你要用得其所 今時今日 這位人兄 為什麽得到大家的清雷呢 一來是這個Rishi Suno做得差 二來這個人 有個空投支票給人 空不空投不知道 是他能否兌現得到 所以他會遵折 那現在這個 原先的Rishi Suno 為什麽做得差呢 經過Bojo 經過List Trust 兩任的首相之後 基本上就是說 被工黨視為Performer 而不是做Performance 就是他要做表演 而不是做這個Public Service 公共服務 大家想一想 在英國各位 經常我聽到很多 在英國的香港人跟我說 嘩 Sun Po你不知道 要看醫生 嘩很麻煩 整天早上打電話 打電話 打到最後 就不斷重撥重撥 重撥了幾百次 才能接聽到電話 要預約約會員的時間 加拿大都是這樣的 加拿大都是這樣的 任何樣 所以這些這樣的制度 人家就很傷 譬如我這些 回到時間打電話的 沒有傷 但如果你想想 只是一個獨居老人 很慘的 是不是 不是容易去面對的事情 變成這些事情都是小事 錢又貴 NHS真的給你的服務 有 但不是代表很多 通貨排行走一段時間 近這幾個月 4月以來有回落 但是一直以來那個搜尋 就是那個很大的升幅 你問香港人 電費多貴 一個月 如果你在這個冬天 你要開暖氣 一個月 一萬元以上的 港幣 一萬元以上的支出 少不了 只是說電費 嘩 那些沒有錢的 去到那裡的港人 冬天不敢開暖氣 你基礎設備 你很多的通貨膨脹 經濟不振 然後外資投入 相對少 你說脫歐了 OK 2021年1月1日到現在 即生效了三年 歐洲整個GDP的增幅 是略略高過英國少少的 而外資投資英國的地方 除了行貸業 和金融業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在下跌的 我真的在下跌的 你說IT也好 生物醫學也好 你說很多關鍵的 大賺錢的產業 去了美國 甚至去德國、法國、日本 英國呢 少 那你說是否Rishi Sunak的錯呢? 很多人就說 哎呀他真是沒有辦法 但是我覺得他無臨 還有我覺得他缺德的 喂你說關閉孔之學院 你最終是沒有關閉道 就是說 講了都是沒有做的 什麼都沒有做 你基本上就說 哎呀我們不資助你什麼什麼 但是這個有你繼續存在 咳你的資助 但是有它繼續存在 你不就等細菌繼續在這裡 這個不是英國選民 不喜歡Rishi Sunak的原因 至少是我 我不是選民 是我在局外人 我這些局外人不喜歡他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印度外 這個無關 有些台灣人在亂分析就是說 英國人其實有階級觀念的 他會歧視這些這樣的 印度裔的人其實是錯的 英國人沒有這樣的 英國人是有階級觀念 但是呢 Rishi Sunak在英國人眼中 是equals 和屬於好的class來的 還有你想一下 不是因為他是印度裔 不要經常用一種華人的眼光 來看問題 就是覺得被人歧視 沒有這樣的事情 他成為首相就應該是事實了 只不過他執政能力差 現在英國人覺得不想投票給他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好了 Rishi Sunak現在他選不了 是因為對他的無能 是投一個不信任票 是經濟方面的原因 導致到今天這個情況 你不就看看 你不就看看 倫敦市長 不是白人 Satikhan Satikhan做了幾年了 做到 是不是這個 不是吧 英國人 巴基斯坦裔 是啊 是啊 英國是一個海洋國家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 讀軍事之福 就說 不喜歡印度人 不是這樣 完全沒有關係 他是一個英國人 是印度裔的英國人 我也認同 Rishi Sunak是認同英國的 不過 他對很多的中國的抗拒 口味實不至 是一個performer 但不是一個真正 public service provider 所以英國不滿意的兩件事 一個經濟 不行 還有很多的通貨膨脹 和貴的問題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public service做得差 就是你公共服務 提供不到好的東西給人家 那我相信工黨執政 雖然它向左轉 其實歐洲現在向右轉 剛剛講的歐洲議會選舉 向右轉的機會大 但為什麼向左轉 因為對現在執政的保守當不滿 人最終是什麼呢 我相信你一個右派政策 都希望你使得經濟又震興 你做不到 交不到捲 deliver不到 人心就施變的了 那你說工黨是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呢 它現在向中間走 那會不會真的能夠shine呢 我念文 你問我吧 不要期待工黨上台 對於香港人啊 對於黎智英啊 會有一個呢 哇 擔天覆地的改變 就是黎崇欣 黎智英的兒子 都已經在面書上都講過了 他未來呢 這一位工黨執政的首相 可能就是現在的影子手上 那他這個影子手上呢 那是 他講過一些說話呢 都令他刺痛他的 這個影子手上叫做 拉米 David Lemme 那他四月呢 是表示了工黨對中國 將會採取挑戰與競爭並存 視乎情況與中國合作的 就是拜登那種 既競爭又合作那種 就是澳洲工黨 所有工黨都是這樣的 哪會有期望啊 等你講完 我都想忍不住 是啊 是啊 他就說呢 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持續發展 是符合每個人的利益的 最重要是持續發展 是符合每個人的利益 那這件事你想想 脫鉤斷裂 會不會成為事實呢 我想英國會更加向後退 而他說呢 就是黎崇欣都 就是 就是 當 David Cameron 口衛也好 就是實不治也好 都起碼口衛 那這位David Lemme 是不是真的 口衛而實不治呢 這個就是問題 所以黎崇欣就說呢 他不認為工黨或保守黨 希望見到我父親死在獄中 但現在這事物時間問題已經三年半 在他這個年紀 這種事可能隨時發生的 所以我就說 David Lemme 是不是真的會說到做到 他都沒有說到 起碼David Cameron也有說到 這個David Lemme 是不是真的會說到做到呢 起碼沒有說到 所以我就不表樂觀的 那當然啦 在英國的香港人 你們很多人爭取BNO平權這件事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什麼呢 這個是你們的私利 我是局外人 我就覺得是另一件事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BNO政策 就算你問這個董勤達 我沒有記錯嗎 Tom Tugendart 他都說過現在BNO visa的政策 會繼續啦 5加1啦 其實我覺得是合理 斯文啦 很多去到英國移民的香港人 沒有貢獻過 在英國納稅 沒有真的深耕英國 效忠英國 而突然之間 在這幾年裏面 去到英國居住 拿著BNO 等5加1年 有PR 有這個護照 我們覺得是感恩的 我想很多香港人 大部分 覺得香港是感恩的 如果你突然之間 就說你把這本BNO 變成這個 和英國護照一樣的話 都要衍生兩個問題 第一 你都沒有貢獻過 你突然之間變成這件事的話 很多人就說 中英聯合聲明它毀約 於是英國有責任 而我們香港人有權利 拿英國的護照的 其實各位這件事講不通 中英聯合聲明是中英之間的協議 跟港人無關的 而不可以情緒勒索英國的 就是我覺得英國 它有它的國策要怎麼做 香港人 no pay no gain 你不會付出 不會有收穫 那就好付出5加1年了 我想這個應該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你說這個 你爭取更多 你爭取更多 可以 for you nice to have 不是for me 我不需要 for you nice to have 但我覺得nice to have 你使得英國人怎麼看這件事呢? 第二件事 袁松彪 ETO 一樣有BNO 有BNO 立即變英國護照 我問你怎麼搞 你覺得這個entitlement 會出事的 我就說 放工一點 還有要講一些常識和邏輯 你起碼都要在一個地方交稅 不只是NHS 交稅 心交 讓人們看得到 你和英國社會融合 那你就成為一個 未來好的英國人 我覺得這個值得值得尊重 英國給了它 幾十萬人去了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我就順應著你這個先說 這個很重要 就是桑寶其實說得很好 或者可能我講完之後 大家覺得我們兩個人都不是說一些大家適合的說話 但是我想就無論我們身在英國也好 或者今天我身在加拿大也好 你剛才說的兩個字 貢獻是很重要的 就是fulfillment 我們都很清楚在英國 譬如說 現在是不是在爭取 有些人在爭取BNO BNO等於 BNO等同一個英國護照 或者就是將BNO勢集這樣 但我也想 我的女兒現在都拿不到 譬如說 97後出生的那一代 可不可以拿BNO 現在都在爭取著 但我想 剛才你說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對的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都是過來人 喂 你說 喂 最好 最好人家什麼都給我了 但是 但是你就要想一下 就是你剛才說的fulfillment 我們來到其實只是短短幾年 我覺得長遠來說 我們要 我想首先要自己做一個準備 在爭取很多東西的時候 或者就是 在希望英國政府 無論哪個執政的政府 聽香港人的聲音的時候 我想你要做足一個準備 會有 接下來很多的挫敗感 其實你會 哎 為什麼他不聽我的聲音 大哥 回到剛才那個問題 桑布也有說過 那為什麼 新衛城 他是一個印度人 別人又不會歧視他 因為你看看 其實你看看印度那個族裔在英國 大哥 就是可以說一二八年的歷史給你聽 就是對大英帝國的那個貢獻 還有他們對那個投入 還有他們是 他們已經不覺得他們是印度人的了 就是你問新衛城他們是英國人 這樣 就是這些東西是 可能經很多世代 未必是我們 甚至未必是我們這一代 就可以做到 所以我覺得其實長遠 最正確的方向就是 你要朝著一個就是 我們要建立一個 有貢獻的一個族群 在英國要有貢獻 有一個貢獻的族群 甚至我們可能這一代 或者是未來的那一代 我們有些香港人 會投入去香港的政治那裡 就回到剛才所說的 比如一些小黨SNP 或者PC 威爾斯的PC 這些都是 其實他們都是要聲音的 他們明知大英 英格蘭那些是不會聽我們的聲音的 大哥我們是少數聲音 我們就要走進去影響他們 是這樣 很難打的大哥 就是不是說就這樣 不要經常情感勒索 我很喜歡剛才桑寶說的 你不要情感勒索 你不是欠了我們 其實我們都是要感恩 還有要繼續去付出 至於很多事情想回應桑寶的 比如說剛才有儘量回應 你說一下這個新的這個人 這個人沒有任何性格的 那就是搖擺不定的 其實接下來你問我就是對華政策 零 我真的感覺不到有什麼對華政策 對華方向 外交 英國的外交 工黨有何外交可言 上台才算那一隻 很快 7月9日 現在7月4日 下星期已經是北約的峰會 跟著月中 已經是歐洲政治共同體 那些 英國都會參加 所以就立即已經考牌了 沒有什麼動物月 沒有什麼Honey Moon Year 所以不要對他有太大期望 他對香港人幾乎是零 工黨靠得住 真是豬那都會上樹 所以看著怎樣 但是又這樣說 工黨的歷史不是很長 工黨歷史到現在都是一百年鬆跌 以前叫做Wicks and Tory 那Wicks and Tory 其實那些Wicks就叫做Liberal 就不是工黨 工黨是在一九零零二十世紀才開始有這個黨 很遲才有第一個首相 剛才說的第一個是艾利 戰後 接著出過都是四五個 我這一代人都起碼經歷過三四個 真是厲害 他其實真的沒什麼人 比如說有卡拉漢 哈拉威爾森 第一個 艾利之後到六十年代 接著到七十年代 我年輕人 我年輕人的時候 英國的經濟都摸了 就是兩小無差 電影兩小無差 那個年代 不用做36 不做36 那個年代 就是卡拉漢年代 就是戴卓爾之前 是的 那就是卡拉漢 接著搞到整個英國的經濟 塌了 接著就益造就這個戴卓爾年代 戴卓爾年代 玩了十幾十年 連同馬卓安那些 接著就到貝利亞 大家比較熟悉的貝利亞 那貝利亞都厲害 九七玩到二零一零 接著又回到保守黨 唱技 英國都是保守 工黨很少 然後下一個就輪到 這個叫做 叫做 Kistama 施紀賢 其實他做多久 不知道 首先工黨條命有多久 不知道 通常都是做五年左右 拉雲 除了貝利亞之外 如果他做得不好 其實他任內 如果黨魁都還可以換 換了就換另一個 所以沒有什麼性格 就是沒有什麼好說 貝利亞 就是工黨年代 真的沒有什麼好說 我只想還有一件事 補充 補充 但是這次上台 其實就 絕對不是看到 工黨能人所不能 完全不是看到 就是你問這個人 今天 你是不是走貝利亞 那種New Labor 那種 他都答不到你 總之 總之 你這樣說 工黨 左極都有個譜 今天 今天 這個 就不會像以前那些 卡拉漢 或者是 Harrod Wilson那些 所以 就很隨風擺漏 保守黨之死 我覺得就是死在自己手 我自己 有很多人 又問一下 通脹 又疫情 又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我自己覺得 最不識貨的一件事 英國就是保守黨的支持者 其實在這 這十四年左右的任期裡面 出過五個 最好的那個 其實是你們放走他 我自己的認為 其實如果 一直被報糟 被Boris Johnson搞定 被Boris Johnson搞定 被Boris Johnson搞定 搞什麼 今天就是左膠世界 為些什麼 大家還記不記得Boris Johnson下台 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疫情開派對 我都懶得跟這些 你和我政治正確的世界爭辯 沒得爭辯 他們說 那是這樣 他嫌人鬆己 又什麼什麼 道德問題 唉 我告訴你 這個 這個 最偉大的首相 邱吉爾 毫無道德可言 又吸毒 又喝酒 大把道德 亂龍的東西 他 他是好的 就是好的 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就是 英國人不識貨 或者保守黨的支持者 是不識貨 搞不了他幹什麼 你繼續給Boris Johnson 其實就是最好的那個 在目前來講 然後你們不要 跟著 一蟹不如一蟹 短命守上List Trust 他可能比新偉城還好 但是你們又不要 玩40天 然後就來了這個新偉城 這個新偉城 總之 總之任期做到現在完了 他都沒有兌現過他的承諾 講完 總之 其實不只是關心偉城的事 整個保守黨的團隊 都是九不八八的 就是那些人就是做來 做去都是那些人 所以其實是逼著換的 沒有辦法 那你真的沒有選擇 其實你當它是兩黨政治 那不是保守黨 暫時就是工黨 將來再講 有沒有LD可以上台 這個就是將來再講 我會覺得 在未來情況 第一會不會變成三黨政治 因為保守黨現在差到一個位 其實跟第三名的差距 遠遠小過跟第一名的差距 他連做一個格 做一個 他在接下來這一屆 他連做一個反對黨的能力 都差不多沒有 告訴你 因為他的議席太少了 100席 就算你聯合自由民主黨 就算你聯合那個 英國那個改革黨 都是太少的議席 三個黨 二、三、四名加起來都不及第一名 你想一下幾個嚴重的情況 就是第一名是絕大多數 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二 就是會覺得這個是英國史無前例的情況 就是你英國不是分成兩邊的 記不記得中間有一張小桌 有一張長桌 分成兩邊的 Tories and Wixers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或者叫Conservative Party 和Labor Party 這兩批人的話 基本期報相當的 以後呢 我想工黨那些沒有位置坐 沒有位置坐 是的 我想說 工黨真的沒有位置坐 400席真的沒有位置坐 不是開玩笑 還有一些 英國是前排有一些人 後排有些人 就是說你不再是在任的 不是影子內閣 也不是真實內閣 我們坐在後排的 沒有人差不多 就是兩邊的backbench 那些越來越少人 那變成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失衡狀態 這個失衡狀態會搞到多久呢 真是不知道 但是可以這麼說 英國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內閣制呢 不是要一個任期 到那個時候會改選的 那很可能就是說 英國會有大選 那也會有很多 叫做解散國會的情況 我想這些情況的話 會不會真的會發生的話 內閣制不斷會有很多的問題 工黨也會裏面有不同的faction 只有斗法 所以我想 未來情況 英國會有一段時間 比較混亂 我對於這個Kia Starmer 我會覺得它類似於 德國那個什麼鬼 那個什麼首相 現在那個? 索爾署 是不是? 索爾署 類似這樣的樂性 那這個情況我會覺得是 相當 相當 就是它當然多數黨 索爾署不是 它要聯合執政 但是它的氣質 它氣質 它的人格 辦事方式 類似這樣的情況 平衡 它們的演說 是可以很激動人心的 兩隻來的 但是這個 這個 Kiave Starmer 其實就是 Jereby Coleman 上次大敗之後 他撿爛攤子 那你都給他一個手指 那他整個工黨 就領著走到今天 還有 清了很多不喜歡的人 甚至 甚至 有一點 好笑的 有一段時間 在工黨裡面 覺得這傢伙是右派來的 但是 這個就是一個笑話來的 但是總之 很多不妥他的人 比如Jereby Coleman 那些都走了 但是兩種人來的 那這個 Kiave Starmer 他放中間 拿選舉 就贏了你中間的位置 那你選舉 一定贏的機會極大 但是你當了拳之後 會不會又向左走呢? 因為你要兩邊 要在工黨裡面 維持平衡 就是你向回工黨裡面的中間 就是整體裡面的左去走 那變成這樣東西 就說分分鐘 左極有個譜 我想現在就算 現在這個工黨 就算都是走回一些 貝利亞的New Labour的路線而已 那什麼叫做New Labour呢? 其實沒有什麼理念的 總之就 總之就 他們會 自行會防左 就是不會走得好 因為都是投其所好 投選民所好 這樣去走 那當年貝利亞就走得很厲害的 那看這個人是不是這個 那是他的師父 貝利亞也算是 是的 算是他的師父 那我就覺得這個是英國大選 但是我經常說 這個月其實很多東西可以值得說 就是英國大選 英國大選就是7月4日 大家選完了 大家知道結果了 7月7日就是法國的第二輪大選 然後中共7月15日至18日有三中全會 接著沒有巴黎奧運開幕 這幾件事都是一些的news 但是勝事簡直 勝事 趁有小時間可以很簡單地說一下法國大選 因為7月7日就是星期日 第二輪大選 法國制度的選舉是比英國更複雜 因為英國純粹是內國制 法國是一個所謂的半總統制 什麼叫半總統制 就是這個名詞 我都不喜歡 我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是總統獨立的選票 一選就選五年的 那現在這個馬克龍 要去到2027年才立台的 你不可以將它整整的 它總統制就是這樣的了 另外有一個叫做總理的 總理基本上是怎樣看呢 就是涉及到這個國會議會的情況 國民議會就是他們的議會 尤其是他自己的選票 有些像台灣的情況 一票投總統 一票投國會 英國不會的 你只是投國會的票 而這個國會就變成 哪個多數黨的那個就是特政 就是用香港的術語 投立法會 哪個是立法會的多數黨 那個黨魁就是特首 這個英國的情況 法國不會的 國民議會是另一個這個情況 那麼國民議會的選舉 基本上不會突然之間發生的 它都有一個任期的 但奈何呢 前一個月呢 歐洲議會選舉 那麼中間派呢 大幅萎縮 右派呢 就是當權 那麼這個馬克龍 做一個政治豪賭 那麼我們跟 張克龍傑斯上次的節目都講過了 就解散議會 解散國民議會 所以從選 就以為呢 中間派就會得到 法國民眾的青睞 即使得不到青睞 聯合左中右呢 去抗拒這些 他們法國的極右派呢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不是極 好了極右呢 就是對抗的右派 對抗的左派 中左加起來的話呢 應該可以打得贏這個 這個國民聯盟的 事實上是怎麼樣呢 可能會成功的 因為呢 因為呢 在第一輪的選舉 是6月30日舉行 據7月1日公佈的投協結果裏面 這個國民聯盟 就是精神頂袖 就是馬林立旁 他得到的票數 就是這個叫國民聯盟 他得到的票呢 National rally National rally 就是得到的33.15% 第二名的呢 就叫New Popular Front OK 這個新國民陣線呢 拿到27.99% 這個新國民陣線 基本上就是一個 叫做什麼呢 是一個左派的組織 一個左派的情況 第三名呢 就是Ensemble 英文叫Together 那就是這個馬林的核心 執政聯盟 這個就是中間派 就是20.04 那之後呢 才到第四名的 傳統的所謂的右派 就叫做The Republicans 其實中間偏右的這個 Republicans 那再下去呢 才是其他的政黨 那些就相當少了 其實社會黨呢 基本上都已經不知道 排到哪個位置了 OK 起碼這幾樣東西的話 馬林現在想抓什麼呢 第二名的New Popular Front 加上第四名的這個 Republicans 約定 剛剛傑斯也說到 有些選區就不要撞票了 那你讓我一個 你讓我一個 有些不差的 那些全部都讓了 就是配票啊 就是配票啊 配票啊 就是配票啊 配票啊 錯選了 不是錯選了 錯選了 就是越說越 越被害 是啊 就是27.99%加20.04%加10.23% 加上過半了嘛 今天有一個叫做這些主流派 建制派搞個大聯盟 是 抗拒 這個National Ready 那33.15% 會不會成功呢? 成功的機會很大了 我正在說 我插一句簡單些 讓大家聽得簡單些 總之在法國那裡 這麼多政黨裡面 繁星這麼多 就有一個共同敵人 那個共同敵人 就叫 極右的National Rally 就是馬麗立韓那個 就是連踢球的麥巴比 法國國家隊隊長 都踢球出來 哭了不知道兩次至三次 球都不踢 叫人記得去投票啊 這樣 叫他堆壞這個極右派 那怎麼堆壞極右派呢? 他第一輪 他七十 他已經五百七十七席 他有七十席都已經立了 那他是很大機會過二百八十九的 因為一個半就可以了 然後呢 那邊幾毛啊 那邊呢 不知道是不是有個 那個法國戴耀廷啊 這樣啦 類似 那就 喂 背票 叫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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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黨 這個是極右 極右令到左右 跟著結盟 然後怎樣呢 逐個選區 就看一看 喂 誰呢 喂 譬如 喪普可能戒到阿傑斯票 喪普你退選 喪普真的退選了 現在退了二百人 喂 喂 這樣還不是犯法 喂 其實鄧炳強應該出來解釋一下 這些是不是犯法呢 喂 看看 其實香港的記者應該問一下 拿這個法國這個選舉的個案子來問啊 鄧炳強啊 李家超嘛 是不是呢 喂 為什麼人家這樣 為什麼人家這樣又可以呢 為什麼我們又不行呢 這樣問一下 他第一 看看他又給出一個什麼 什麼 的答案出來給我們聽 你知道鄧炳強最厲害就是 發明一些新的答案的嘛 就是 幻想力很高的嘛 其實應該問一下他大哥 現在就真是背票了 反駁隊 反駁隊要反駁法國大選 是 違反公國國安法 跨境執法 場被管轄 真的要 沒錯沒錯 對了 我解釋完了 給你講 在這樣的大的問題之下呢 你會看到什麼民心思辨 就是我經常說歐洲整個情況 向右轉 什麼向右轉呢 是對於改革經濟欣欣欣其盤 就是今時今日很多人是覺得 喂 政府大花童 等於這麼多年來的經濟呢 通脹都上升 那雖然說呢 歐洲有經濟有少許的氣息 都是很低點 去慢慢升回少許的轉頭 覺得不滿意 民心思辨 而且物價上漲 貧窮增加 乞丐多了 難民又增加 美國老實說 兩個I 兩個I 兩個I是什麼呢 一個I就是inflation 第二個I就是Immigration 那這個就是 川普所有選舉 選舉的一些造勢大會 主打的兩點而已 就是Inflation 一個Immigration 的I 那現在法國一樣難民增加得很厲害 英國相對來說會好一點點 但是不會好得好很多 烏克蘭很多的難民都湧入英國的 所以在中香港排難民 要跟整個全球桌子來排 其實那個時間不確定性會增加的 這個英國 法國其實是一樣的 物價上漲貧窮增加 難民增加 移民湧入 戰爭開業性高 而法國的經濟表現得不好 物價上漲成本高 經濟下滑 馬克龍的特性就是說什麼呢? 沒有建立到真正的中間力量 他由始終他的家庭債務 和預算赤字不斷上升 再加上一個很愚蠢的政治豪渡 我想某種程度上 會不會重蹈呢? 就是90年代末期 希拉克的覆轍呢? 想著我解散國會 我一定會贏的 只高氣揚 只得意滿 結果什麼呢? 自己遭遇慘糟滑鐵路 這就是最大的一個可能出現狀況 那現在這樣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我會發覺到 最後我預計的結果 雖然我沒有水晶球 但我看回法國政治所了解的 第一 National Rally 就算輸了這場選舉 換言之 第12輪投票 可能他得到三成三 三分之一人的投票 他可能都是最大的黨 他是最大的黨來的 單獨 各個在哪點黨頭的話 他是最大的黨來的 他執政不了 因為被你這樣的中間派 礦一大 你中間派聯絡到左派已經夠票了 Republicans可以先開了 除非你真的不夠票 才找這個第四名 二三名加起來 他覺得一起排載這個第一名 那基本上他們會變成四 而不是四對三的情況 那會贏的 即是我覺得 第一輪投票是一個指標意義的 但有幾個情況 2027年法國總統選舉 法國總統很大權力的 基本上對於外交和中國香港有關 都是總統決定 而不是國民議會或者總理決定的 總統很可能會贏的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他聲勢慢慢漢障 將法國這個問題悶多兩年的話 大家對於這些所謂中左勢力更加失望 而最後民心思辨結果就好像英國這樣 不過是逆向來做 就是支持這個National Rally 而National Rally 就不要被人抹黑到 說什麼種族主義那些東西 Mahina Pong的這個父親的確是有這個問題 排外的 但是Mahina Pong 就是他成為了現在的精神領袖 以及他現在的在任主席 兩個人 基本上是不排外的 他是嚴防非法移民 對於美國的共和黨很多的了 因為他福利國家的整個陷阱 法國已經很久都是這樣 所以他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的 和美國完全不同的 但問題就是 但是他們這樣搞法 2027年這個國民聯盟能夠成功的機會 增加很多 而等於做王一樣 其實時間很少了 還剩下三年時間 黎智英坐了三年多的未審先壓 很快時間 白區過區 時間很快過 三年之後 他一旦選的話 機會就漢漲 第二件事就是 現在中左這個結盟 以前馬克龍執政 他不解散國會 不要多次一句或蛇添足 他不需要和其他政黨分享權力 這次他一解散之後 好了 重選了 重選 我想馬龍會贏 無論怎樣也好 馬龍都會做總統的 但是國民議會就變成很麻煩了 要通過議案 分分鐘你這個中間派的 這個Ensemble 就是這個Together 和剛剛講的這一幫所謂的 不屈法國 就是那幫左交 就是左派合在一起 都過不了半 最終你要把中間偏右的共和黨 可能勉強過半 才能推動到法案 那問題就是出在那裡了 你馬龍如果執政 你便會變成一隻腳鴨 除非你這個 有兩個至三個政黨要結盟 而其中一個人說不 要跟你獅子開大口 說我要做什麼部長做啊 說我要刪你這個預算 政治囚容 除非你什麼什麼的 那你便經常被人騎劫 天天被人勒索 這件事就會成為 以未來法國的問題 變成一個比較混亂的情況 那台灣已經比較麻煩了 現在這個 又要這個 南法除了搞國會 國權之外 還要使得大法官 閉腳鴨 一定要15個任命 才可以開始開庭 這件事很離譜的 這件事已經搞得很混亂 那你法國度 亦都相對有一個混亂的局面 但是民主 我們要綿綿的結果 因為我尊重人民的選擇 我有我的立場 結師有結師的立場 某人某一些評論 也有自己的立場 不要緊的 那就由民主選舉 去決定一個事情 那每四年有一次 錯了的就去失敗 那就是不得人心的就失敗 那你覺得你不得人心 你以前是對的 你堅持這件事 終於是你會成功的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很多事情 就是在命途點 我自己覺得法國選舉 會帶來更大的 我英國的選舉 會帶來一種 我會擔心 就是衰靜的問題 法國的選舉 是帶來一種 去到27年之前的混亂 那這個混亂的話 是馬龍自己親手組成 分分鐘他在中間拍演唱片裏 他有一個所謂的總統 或者領袖地位不保 因為他做一個錯誤的政治豪渡 他很多其他的盟友、政敵 昔日的朋友 今天都可以和他挑戰他的地位 所以這種情況 我想會帶來一段時間的 是比較有些邪惡的 比較混亂的情況 我只補充一點 如果你回到中國人 甚至今天很多香港人 他可能都未必看得明白 這些歐洲或者美國的選舉 譬如我身邊前 都有些中國人經常問 為什麼渣莊會宣布提早大選 這次其實兩邊都有一個特色 新偉誠宣布提早大選 然後麥克龍也是看到歐洲議會的結果 出來又宣布提早大選 特別如果你一天到刻 我有時都會看法國那邊的新聞 比如你近期的新聞都是 就是你看到 因為這次兩邊的投票的選舉 其實法國的社會 不僅是巴黎 巴黎有很多 就是回到社會裡 因為你知道巴黎有很多 法國有很多非洲移民 他們都已經落腳在法國 其實最近的選舉 導致到有很多的肢體的衝突 都挺恐怖的 那如果你 我想說一件事 如果麥克龍是一個法國習近平 喂 在今時今日 整個法國的風氣 連法國足球隊隊長麥巴比都出來說幾次 喂 極右是一種這麼恐怖的力量 實在馬上已經就 抓人封艇宣布極右 全部都是煽動顛覆國家罪 對不對 這個中國人就會非常理解 但是中國人真的不會理解 為什麼他們會提早大選 那你真是沒有理解 你就回去看看人家的歷史 看看什麼叫民主 民主有幾個麻煩都好 你要不麻煩的就是拉人封艇 你要麻煩的 人家就可以透過整個民主的選舉 在整個過程裏面可以大家表達到聲音 甚至都有結果 就是合法去顛覆那個現有的政權 這個就是最重要 這個就是今天中國沒有的事情 喂 今天中國就是要千秋萬世的 中國共產黨是要千秋萬世的 那你中國共產黨給個答案給中國人 或者給我們 告訴我們 究竟我們要用什麼方法 才可以令到你下台 喂 現在沒有啊 對不起 不只是沒有方法 還有就是你想他下台 你也犯法 OK 這個就是今天中國和世界的分別 其他法國的民主選舉 我就不會說了 會說到這裡為止 你想想 英國的或者法國的選舉 可以讓你容許分裂國家的言論 是嗎? 法國有些地方 尤其西蘭沒有地方 想離開法國 是嗎? 這些地方完全讓你說的 你問Toulouse下面那些 那些地方想走 是呀 完全給你的啊 英國、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 蘇格蘭可以說獨立 自決也好 獨立也好 其實他們不獨立要自決 他們要有自己的憲法 蘇格蘭有自己的議會的 你想想這件事情完全可以的 然後你說 你要這個英女皇 要廢除帝制 英國不要帝制 可以的啊 是不是? 你說我要查理斯 吳海塞是皇帝 要將它趕下台 英國說不說可以的啊 你說英國沒有憲法 不好意思它沒有成文憲法 但是真的有憲政制度 由Magna Carta大憲章到現在 一直有很多的法例 很多的判例 形成了英國的憲政制度 這個憲政制度依然存在 到現在今天都是Vivid Vigorous的 中國從來沒有憲政制度 今時今日 它所有做的事情就是 以法律之名 但是那些法律 和大明律 大清律令是一樣 是統治工具 喜歡打誰就打誰 這個就是分別 Rule by law 這個就是分別 這個就是Rule by law 就是我講個笑話給你聽 講個笑話給你聽 很多人只知道英國有蘇毒 蘇格蘭獨立 以前還有外爾蘭獨立 現在少一些 威爾斯很少說獨立 那你知不知道 很少人知道 其實可能桑普也不知道 你知道嗎 有些傻佬 有些英國傻佬 是英獨的 什麼叫英格蘭獨立 你知道嗎 英格蘭獨立 英國真的有這些聲音 英格蘭獨立就是說 為什麼經常說英國的歷史 就一定要說大英帝國聯合王國的歷史 你蘇格蘭還有議會 蘇格蘭有自己的議會 然後威爾斯也有自己的議會 北愛爾蘭也有自己的議會 為什麼我們英格蘭沒有自己的議會 回來倫敦那個是聯合王國的議會 所以有些英國人是傻佬 英國還有一種聲音 不過少到出不了 就是英獨 我都不懂得形容它 是英格蘭獨立 你知道嗎 我最近看過一本說英國的歷史的書 寫的那個人已經是支持英國獨立 他是不用蘇格蘭威爾斯 愛爾蘭的角度去說英國的歷史 我覺得很精彩 我最近看過一本書 我覺得伏到五體頭地 所以其實什麼聲音都可以有 不要這麼老套 7月1日加拿大獨立 Canada Day 這裡有很多人是不慶祝的 不用坐牢的 OK 這裡有很多人是不會叫自己做加拿大人的 叫自己做First Nation OK 我出來賭米 7月1日 世界上沒有任何的字 自古以來的 是的 直接 這個國名叫什麼 就是United Kingdom 俗稱英國 其實這個不是很準確的翻譯 聯合王國是比較準確的翻譯 包括四太 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 和北愛爾蘭 是的 小弟十幾年前在愛知的師母所工作 我這間房間 我老闆和我坐在一間房間 我老闆是什麼呢 威爾斯人 他說你不要跟我說 我來自英國 OK 他很強調這件事 我一定是從威爾斯 是的 威爾斯文 和英文是不同的 是的 基歷 這些 是的 那些背景 你了解這件事就知道 英國是不包括北愛爾蘭的 英國就是蘇、英和威爾斯三個地方 United Kingdom包括四個 所以真是United Kingdom 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概念 其實是一個幫聯 是一個國聯 正如美國 其實是一個國家聯盟 是的 我們翻譯這個州其實是有問題的 所以就叫United States 就是這樣 我們最好的翻譯就是 美利堅合眾國 什麼叫合眾國 合是一個字 中國是一個字 就是多數國家 合多數國家的美利堅 所以這個是一個國聯 就是中國人從來沒有這些概念 沒有 他只是說 忽天下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所以要合 合則繁榮 合則一家人 你哪裡 台灣是中國的 月亮是中國的 火星是中國的 冥王星是中國的 全世界都是中國的 各位 這些太陽都是中國的 因為後藝經常寫 九個下來 勝分那個 就不是中國 各位 你如果說這些 這些東西 你要入精神病院 青山是觀疫來的 但是香港光復祭 一定送這些人 是啊 就算不當你是精神病 其實都看不起你 就是為什麼 我們 我和桑寶 經常都是樂此不疲 其實都不是叫樂此不疲 我們是恕而不捨 我們都是想大家聽我們節目之後 然後引發大家自己的興趣 然後你讀一下什麼叫自古以來 你不會被人先笑 就算不要當你是精神病 人家都看不起你 譬如你經常陪著這個 精神病的國家 共產黨這個國家 就可以說自古以來 我經常說 比如說南海的問題 喂 撐你的肺 先不要說南海是不是你的 南海自古以來 肯定不是你 你有多猜 你說到古極都是五千年 喂大哥 那南海是屬於太平洋 太平洋的歷史 是起碼三四萬年了大哥 那太平洋是包括了 包括了台灣 台灣古的中國 告訴你 如果說太平洋歷史 就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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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台灣 以台灣為首一決 還有一些澳洲 塔斯曼尼亞 那些 一路說整個太平洋 你說三四萬年了 你夠不夠人猜 你不夠年輕 那邊說自古以來 所以你不知醜 所以有時可以看多些書 不要被人笑 大哥 你真的不要陪他瘋 動一下 這裡又說自古以來 那邊又說自古以來 那邊又說自古以來 很傻傻地 所以我們實在想告訴你 就是聰明一點而已 就是這樣 英法都是民主國家 選得很愉快 那個國家的人自己承受 那個人自己國家改善 沒有特效弱的 但起碼這件事是好過專制的 你看看中國情況 下一節我們會講這個中國情況 是多麼狼狽 多麼噁心 完全沒有辦法跟這些國家去比 是 那我們休息一會了 下一節就去到傑斯頻道 還有要講拜登啊 大佬 不會只是講習近平 第二次要看這個傑斯頻道 好了 OK 休息一會回來再講